最新的娱乐资讯 最全的娱乐分析 最爆的娱乐看点 大家好 欢迎来到鱼与鱼 娱乐圈终于活起来了 四月刚开始大瓜就一个接一个 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 一TFBOYS再也回不去了 王俊凯和洋千玺疑似撕破脸 近日 王俊凯和洋千玺粉丝开始了一场关于王俊凯北电挂斯科延迟毕业和洋千玺中考涉嫌违规操作的争论 争吵从微博广场吵到了微博热搜 话题大都是充滞着双方粉丝和吃瓜 充满了对两位年轻艺人曾经的队友的质疑与指责 网友爆料 洋千玺中考涉嫌违规操作之后 他曾经就读的美西湖中学迅速做出回应 表示易洋千玺符合招生政策 但是在回应中表示 当时刚建校一年 在招生方面拥有比较宽泛的自主性 却引来了不少网友的不满 与易洋千玺的负面传闻相对应的是王俊凯 据传由北电同学出来爆料 王俊凯在大学挂科四门 最终被延迟毕业 该传闻被广泛流传 同时也被王俊凯粉丝质疑 表示并没有相关证据 证实王俊凯言毕 在双方粉丝的激烈争吵和网友的围观下 有关于王俊凯和杨千玺的质疑与不满走上了微博热搜 热搜榜娱乐榜充斥着双方的负面传闻 在相关传言愈演愈烈的形式下 王俊凯和杨千玺的工作室纷纷出来回应 杨千玺工作室比较简单直接地晒出了律师函 对于传播不实信息的网友将诉诸法律 而王俊凯的工作室则相对更加粗暴 以极其严肃和纸级的语言表达了 对于王俊凯被抹黑的不满和愤怒 令人值得注意的是 王俊凯工作室声明中 王俊凯被抹黑 被造谣 被当作他人公关的挡箭牌这句话 值得网友深思 不少网友表示 此话像是在暗示内涵粉丝之间 正在吵得不可开交的昔日队友 易扬千玺 在双方工作室做出回应之后 事件的影响达到了高潮 这场争端让曾经的TF三小只 再度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在普通网友还停留在 曾经三位小队友的印象中时 殊不知在娱乐圈的竞争残酷 朗多肉少的背景下 三小只的发展早已经大相径庭 欲走欲远 他们是曾经的队友 但是现在更像是针锋相对的竞争者 二 顶流龚俊爆大瓜 这几天最大的瓜当时顶流 龚俊私人账号被扒一事 有网友发帖爆料 称疑似扒出了龚俊在某平台的 私人社交账号 龚俊九一 其中发布的多条动态 信息量极大 首先龚俊九一曾发布动态 询问唐氏筛查数据 要知道 唐筛是孕期检查的一种 因此龚俊也被怀疑有孩子了 其次是辱骂其他艺人 龚俊九一于2020年 肖战二二七事件之际发文提到了肖战 以及肖战的粉丝 用词带有攻击辱骂性质 也被视作是龚俊辱骂同行 最后就是有爆料称 龚俊曾在某会所上班 还有多张曾经的工作照流出 其中有些照片尺度不小 作为如今人气颇高的流量明星 有孩子辱骂其他艺人 曾在会所上班这些爆料 对龚俊的影响非常大 直接冲上热搜 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眼看着事情越闹越大 龚俊工作室也发文回应此事 他们没有否认 龚俊九一不是龚俊的账号 只是坚持称唐沙 以及辱骂其他艺人的动态 不是龚俊所发 在某会所上班则纯属造谣 并直接了当声明 目前单身无孩子 虽然龚俊已经否认了全部传闻 但此事还是让沉寂已久的内娱又活跃起来 网友们上蹿下跳的吃瓜好不热闹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吃瓜需谨慎 三 偶恋成团四周年 陈立农报绯闻 4月6号是秀粉难以忘怀的日子 偶像练习生九人团出道 开启了内娱偶像元年 虽然现在选秀节目没了 但是偶像们的精彩故事还在继续 女孩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 谁没有爱过那个穿着粉色衬衫 笑容甜美的弟弟 作为真正意上的素人 陈立农在偶像练习生上一炮而红 没想到就在偶像练习生成团四周年之际 她被爆出了绯闻 有媒体拍到陈立农现身服装店 与她同行的女生是欧阳娜娜的妹妹欧阳弟弟 两人一起在店里买衣服 女方还时不时给男方提点建议 气氛十分融洽 发现有媒体跟拍之后 陈立农和欧阳弟弟非常警惕 很快便分头离开服装店 并一前一后回到同一栋大厦 疑似恋情曝光 看上去八杆子打不着的两人竟然如此熟悉 正当大家疑惑之时 欧阳弟弟的妈妈出面辟谣 称女儿18岁之前有敬爱令 谈恋爱一定会让妈妈知道 04年出生的欧阳弟弟目前才17岁 妈妈在恋爱方面注意一些也情有可原 不过禁爱令这种规定却遭到了网友的吐槽 这都什么时代了 随后陈立农工作室也发文辟谣 称当时只是朋友聚会 并且有多人同行 否认了陈立农与欧阳弟弟的恋情 虽然双方都否认了恋情 但陈立农在偶像练习生成团四周年当天 传出绯闻已经够让秀粉一模了 四大导演手写信为性侵道歉 不仅内于频频爆出大瓜 最近日本娱乐圈也不太贫 多名导演演员被爆出侵犯女演员 享誉国际的知名导演袁子温也牵涉其中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袁子温 他有着鬼才导演的称号 以暗黑暴力风格电影著称 曾凭借庸才获得了金师奖提名 不过有才华归有才华 袁子温的人品简直堪忧 媒体爆出袁子温利用自己的名气 要挟女演员 跟我发生关系就给你工作 能当主演的女演员 我基本都出过手 恶劣行径数不胜数 值得一提的是 作恶者不止袁子温一人 副导演男演员还会联合起来 帮助他潜规则女演员 几乎形成了一个团队 如果女方拒绝的话 还会被强迫 没想到盛名赫赫的大导演 私下竟然会是这种作派 多名女演员忍无可忍 匿名向媒体指认控诉 日本娱乐圈因此事炸了锅 事件发架起来之后 袁子温手写信 为自己的不当行为道歉 但同时也表示 相关新闻中 有不符合事实的部分 他将采取法律措施 维护自己的权益 不管怎么说 袁子温的渣男名号算是坐实了 男演员女演员一起指控 看来受害者还不少 五女心疑似被富三代父子同时包养 现年37岁的香港知名女心袁嘉敏 突然发布长文 炮轰香港知名夫三代 钟培生父子 称对方为人渣 而就在前一天 众人伟迎来生日 一家人在家庆祝 钟培生在社交账号上 晒出全家福 祝福老爸生日快乐 而袁嘉敏将庆生照截图发出 并在现实动态中 大骂钟培生父子 他写道 自己从来没公开说过人坏话 但钟家父子绝对是人渣 太可怕了 在长文中 钟嘉敏透露 他在和中世交往的一年时间里 对于他来说 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他接着晒出写着中字的红包 称一直尝试去看人们善良的一面 成为一个倾听者 有朋友有需要时帮助对方 但有时 人的自私肤浅和扭曲 真的让人很失望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他在之后还晒出了疑似 在钟家豪宅拍摄的照片 他表示 谢谢所有的早晚餐及酒 之前欠信中的人太多 不想再提及此事了 在炮轰之后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又强调 两父子都不是好人 人品有问题 有古怪的要求 他还形容 事情像小说一样复杂 这样的一番言论 引起了外界的猜测 袁家敏很有可能是被俩父子 同时包养了 若真是如此的话 这确实也是有一点悔三观 只是事实是不是如此 只能等到当事人回应了 五 尹正陈都林再爆恋情 同样传出绯闻的 还有尹正和陈都林 两人被拍到前后脚 回同一个小区 疑似恋情曝光 惹得不少网友 为美女感到可惜 这也不是陈都林第一次 和尹正传出绯闻了 早在2021年8月 两人就被拍到 先后回同一酒店 并且南方还曾开车 送女方回小区 看上去关系不浅 说起来尹正有演技 也有代表作 可惜近几年 因为身材和颜值 备受嘲讽 不少网友认为 她配不上大美女陈都林 多次传出绯闻 尹正一直沉默以对 陈都林助理则 主动发文回应 只说一次 没在一起 工作室也在评论区附和 并证实发文 辟谣了恋情传闻 看来美女姐姐 这是要专心搞事业了 6.大S 汪小飞 离婚这事还没完 大S和汪小飞之间的纠纷 从离婚开始就没停过 两方家人轮着上热搜 这事算是消停不下来了 4月6号 有港媒爆出了 大S离婚前的聊天记录 其中显示 早在2021年2月 大S就透露 儿子大哭着说 我不要爸爸回来 我要爸爸去北京 看来孩子并不想见到爸爸 这和王小飞一直营造的好爸爸形象不太符合 不管这其中还有什么故事 如今两人已经分开 大S也再婚有了新的家庭 还是希望双方都能够过好自己的生活 毕竟再上热搜 网友们都烦了 7.贾乃亮 李小璐 前夫妻再会 与大S 王小飞离婚后 凭上热搜 闹出纠纷不同 贾乃亮与李小璐一直非常低调 两人离婚后也没有交恶 反而经常一起陪伴孩子 这部贾乃亮又被拍到现身前妻家 有媒体爆料 拍到贾乃亮开着豪车 来到李小璐居住的小区 一边玩手机 一边走进电梯 不少网友猜测 他是来探望女儿甜心的 贾乃亮与李小璐离婚之后 甜心就一直跟着妈妈生活 但他也没有忽略对女儿的关心和爱护 多次被拍到现身李小璐家中 两人还因此一度传出要复合的消息 无论贾乃亮与李小璐最终会不会复合 作为父母的他们 对孩子的爱不会减少 两人也一直非常低调的陪伴保护女儿 这才是前任的最佳打开方式吧 最近娱乐圈真是越来越热闹了 4月刚开始就大瓜不断 仿佛又回到了2021年集体吃瓜的日子 不知道后续还会有哪些精彩的大瓜爆出呢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您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咱们再次听说 咱们再次听看